我爸是国内最大演艺公司的老板,半个娱乐圈都是我家的资源,为了紫城副业,也为了不让我被人骚扰,过早陷入名利场,我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,在电影学院学习摄影,认识了女友吴梦梦,我本想告诉他我娱乐帝国太子爷的身份,但是家里人告诉我,娱乐圈的水太深,女人容易沉沦, 他们让我暂时隐瞒身份,考验一下梦梦的人品,如果证明她是贤妻良母,那么我们家随便发发力,就能把她捧成一线女星,如果她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势力女人,那么就只能对她说白白了。 毕业后,我和梦梦都成了横挑,进了一家业内很有名气的经纪公司,梦梦是签约女艺人,我是摄像师,那一天,我忙完手里的活后,去找梦梦, 他们这些刚入职的女艺人,都要在公司经过培训,才能联系剧组接系,培训是在公司租用的一个二层别墅举行的,我刚从楼梯上了二楼,就愣了。 大秘密,因为从远处走来那个女人,那脸蛋,那身材,特别是那笔直的大长腿,活脱脱就是我老公那的大秘密,可身材汹涌澎湃,丝毫不输给大颜颜,真是一个绝色大美女。 就在此时,异便突生,忽然从一个房间里,窜出来一个头罩丝袜的男人,男人凝笑着扑倒了绝色美女,上下起手,撕扯衣服,绝色美女被吓坏了,尖叫着反抗,但是没有男人力气大, 我都能听到内衣被撕裂的声音。光天化日之下,居然对女人做这种强暴的兽形,血气方刚的我愤怒了。 住手! 我冲上去,狠狠一脚踹在蒙面男人的脸上,把她从美女的身上踹飞了,重重落地,美女的眼圈里面都是眼泪,楚楚可怜的用绵羊音,谢谢你。 连声音都和大秘密那么像,不过我的眼神却不敢在她的身上多停留,因为她此时被撕扯得衣衫不整,春光砸泻,在男女关系上,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,虽然以我的家世,如果想花天酒地地玩女人,比那个败家子的国民老公还有优势,可那样烂情不是我追求的生活,在感情上我是有洁癖的, 披上吧,我把外套递给了美女,帮她挡住不要走光,谢谢,啊,小些,美女给我示警,原来被我打倒的那个蒙面男人,挣扎着爬了起来,从后面冲上来要偷袭报复,我大学时是跆拳道社的,当然不怕,以左脚围轴,身子原地画了一个半圈, 右脚一个干净利落的后摆踢,蒙面男子再次被我重重击倒,一个强奸犯还敢这么嚣张,我大步过去,正要毒打,忽然听到了一声惊呼, 不要,这是女友梦梦的声音,随着喊声,女友吴梦梦从远处冲了过来,她穿着清凉,打扮妖艳,后面还跟着几个同样很漂亮的女艺人,梦梦狠狠一把,把我从蒙面男人的身前推开,然后趴在蒙面男人的身上, 关心的问,杜老师,您没事吧,鱼器中都带着颤音,显然是无比关心,我都梦了,梦梦为什么要这么关心, 一个强奸犯,男人摘下了脑袋上的丝袜,露出了一张鼻青脸肿的脸,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,梳着马尾变装文艺,其实五官很猥琐的中年男人, 中年男人嘴一张,一颗带血的牙吐了出来,梦梦更心疼了,扭头冲着我质问,你到底在做什么? 我很委屈,刚才她要强暴这个女生,我是见义勇为,你住口,梦梦双手插腰, 小胸脯因为愤怒而不断起伏,这是公司的王牌经纪人杜老师,专门给我们培训的, 杜老师特别资深,比电影学院那些老师更懂行,惊她的手捧红了多少女明星,你知道吗? 刚才我们在研究艺术,在角色扮演,你倒什么乱? 其余几个女艺人,也都在七嘴八舌的解释,原来之前,她们正在进行剧本模拟训练,杜老师说,情爱就是艺术,没有情爱的体验,就体会不到艺术的真谛。 特别是女艺人,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体验,是找不到什么好角色的。 所以,杜老师为了让这些女艺人们快速入门,亲身示范,给她们安排了如《我的幻想》、《我的欢爱日记》等题目,并与她们现场表演。 而被我救的这个女孩,叫柳蜜,是刚进入公司的女艺人,才来公司报道,也被派来培训,杜老师就暗中埋伏,想给柳蜜一个突然袭击,结果被我破坏了。 见柳蜜还一脸的惶恐,脸上都是泪痕,梦梦很不爽,哭什么哭,你应该感到幸福才对。 杜老师说了,如果一个女艺人有过被强暴的特殊经历,会对演戏特别有帮助呢? 因为那样,才可以深度发掘自己身上的故事。 我们都争着举手,想让杜老师强暴我们。 杜老师都没答应,把这么有冲击力的表演留了你,你应该感激T0才对。 现在杜老师还为你受伤了? 你不觉得惭愧吗? 然后梦梦又把杜老师搂在了自己的怀里,丝毫不顾忌两人过于亲密。 柔声说,杜老师,我真是太崇拜您了,您真是为了艺术奉献了一切了呀。 我在一边看着梦梦对杜老师的阿谀奉承,同时看着梦梦对柳蜜的急眼力色,觉得好像不认识了她一样,什么时候梦梦这么会溜须拍马了? 杜老师此时才缓了过来,先是恨恨瞪了我一眼,然后用一种痴迷的神色看着柳蜜。 秘密啊,刚才都是误会,嗨嗨,我们继续上课,老师给你布置的题目是,被侮辱的女人,我的第一次。 柳蜜的脸上露出了纠结的神色,梦梦却对C杜老师娇称道,杜老师,您带上还这么教我们,太敬业了。 回头却是恶狠狠地看着柳蜜,你最好好表现。 要是完不成杜老师的任务,信不信我往你的屁股上话无贵? 因为殴打了杜老师,我被公司严厉地惩罚,一分钱工资没拿呢,先罚了我两千块钱。 我知道,如果不是我摄像水平很强,很多镜头只有我才能完成的话,公司早让我滚了。 但因为这事,梦梦也和我冷战了,好几天都不见人。 那一晚,柳蜜请我吃饭,感谢我对她的英雄救美,虽然强暴是假的,但我的正义却是真的。 我之前是很少与除女友之外的女人接触的,可因为与梦梦冷战,于是就赴约了。 柳蜜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女士衬衣,下面是刚刚过臀的牛仔短裤赤裸着大腿,白色的短袜,粉红色的球鞋,显得是又醇又郁。 要不是我已经有梦梦了,我绝对会被这个女孩倾倒的,在吃饭中,我知道柳蜜也是一个怀有明星梦的女孩,和梦梦这样电影学院毕业的不一样,柳蜜是在大街上被星探发现的。 她出色的外形条件就是最大的资本,可因为没有接受过科班训练,所以柳蜜在公司里这些新进女艺人中就显得很是弱势,不但经常受排挤,还被老师总是训斥呢。 我忽然想起了上次的那个剧本作业,于是好奇地问,你的剧本作业完成了吗? 柳蜜白皙的脸一下子红了,低着头不敢看我,用蚊子哼哼的声音小声说,人家,人家还没第一次呢,说实话,我很意外,这个年代,这个行业,这么漂亮的大秘密。 还是一个处女,这是比逛马路,发现有人牵着熊猫,六弯都稀罕。 但看柳蜜那修男的样子,似乎又不是假的,我忽然有了恶趣味,那你没完成剧本作业,他们不会真的在你的屁股上画乌龟吧? 话一出口,我就后悔了,因为我发现柳蜜那葡萄一般的大眼睛忽然涌出了晶莹的泪水。 对不起,我冒失了,我急忙拿出纸巾想给柳蜜擦眼泪,没想到手忙脚乱,却又打翻了红酒,红色的液体撒在她白色的衬衣上,打湿了,透光了,露出了黑色的内衣,我下意识拿纸巾去擦她的衬衣,却又按在了那鼓囊囊的柔软处。 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惭愧地解释,心里面想的是,就是柳蜜打我一巴掌,我也认了。 但柳蜜却只是脸红红地娇撑我一眼,没有发火,吃饭时,柳蜜告诉我,他们明天要去泰国参加艺人特训营,组织者就是杜老师,孟孟也参加,我不禁就是一愣,为什么要去泰国训练? 难道泰国除了人腰外,还有什么发达的演艺产业吗?孟孟与我冷战,连出国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,我也是有脾气的,你不理我,我就不理你。 所以随后的几天,我也一直没有联系孟孟。 直到娱乐圈出了一件丑闻,有人在网上曝光了某经纪人的黑历史,说这个经纪人打着给女医人介绍角色,培训演艺技巧的旗号,大完全规则。 但这个新闻不过发酵了半天,就没了热度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这是被公关了,其实本来这是与我没什么关系,爆料里也没说出这个经纪人的真实名字,是用杜某代替的,可却提醒了我。 杜某,是不是那个给孟孟培训的那个杜老师啊? 这小子培训女医人的时候,用那么重口味的方式,怎么看,怎么是一个斯文败类。 衣冠秦少 为了确定,我动用了自己的内部关系,以我娱乐帝国太子爷的身份,打听这点是太容易了,很快我就确定了,那个被爆料的杜某, 就是我打过的杜老师。 并且真实的情况,比爆料出来的还恶心,原来这杜老师不但是经纪人,还自己开了一个演艺培训学校,专门给那些想考影视学院的女生们上课, 他的魔爪也伸向了那些议考生。 据说他和朋友炫耀,说私下睡过上百名议考生,有的都怀孕了,他就是议考界的教父。 真是个人渣啊。 那些还告诉我,这个杜老师喜欢把女生带到泰国去,因为女生们在海外,人生地不熟,局目无亲,孤立无援,又语言不通, 正好可以方便他实行猥亵,看到这些爆料,我出离愤怒了,现在孟孟被他带去了泰国,会不会有什么危险? 虽然我与孟孟闹了别扭,但她还是我的女朋友,我不能看着她扬入虎口而坐视不理。 于是我急忙给孟孟打电话,可孟孟的却是关机了,正在我着急的时候,手机上忽然收到一条短信救救我,他们不是好人。 后面还有一张很模糊的照片,应该是有人站在楼内,偷拍的外面的路牌,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,这是曼谷一家温泉度假酒店的附近,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号码,在拨打回去时,发现也关机了, 但我有一种直觉,这与孟孟有关,说不定是孟孟借用别人手机给我发的求救信息,当下不再犹豫,直飞泰国曼谷。 多耽误一分钟,孟孟就可能遭遇禽兽老师的毒手。 泰国是落地签,手续简单,我买的下午飞机,傍晚就已经到了曼谷机场,出了机场正要打车, 一辆摩的开了过来,摩的司机一开口,就是别脚的英语。 浓浓的咖喱味,显然就是阿三了,问我去哪里,我在飞机上看了有关曼谷的资料, 知道在曼谷,堵车是相当严重的,所以在这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是摩的, 不过因为这些摩的司机良有不齐,跟他们打交道,一定得小心,千万不要漏财, 带我去这个地方。 我上了摩的后座,告诉他那个酒店的地址,车辆启动,开得很快, 我怀疑我要是不抓紧的话,都会把我甩飞的, 不过开着开着,我发现事情不对。 我要去市里,为什么两边的景色却越来越荒凉呢? Stop! 我大声呼喊,可是这个阿三却是把车开得越来越快,我懂了, 这小子没安好些,他要把我带到野外,要么涂彩,要么害命。 去你妈的,我在后面狠狠一拳砸到了阿三的脑袋上, 他身子一歪,再也控制不住方向,连人带车都摔在了路边的沟里。 好在路边是沙滩,比较松软,我没有受伤,抢了车,在手机导航的帮助下, 终于到了那家温泉酒店,转来转去,终于发现了我要找的人,有孟孟,有杜老师。 还有柳密,这三个人都是往酒店后面的露天温泉池走去, 我本想马上把孟孟喊住带走,但我又犹豫了,我为什么对孟孟隐藏身份, 不就是为了考验孟孟的人品吗? 现在可以肯定,这个杜老师就是一个文艺流氓, 那么面对他的骚扰,孟孟是拼死挣扎,是半推半就, 还是刻意取悦,会不会为了名利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, 毕竟演艺圈那么乱,不只是男人好色, 也有很多女人为了出名,毫无廉耻, 不用男人潜规则,就会主动爬床出卖自己, 因为之前冷战的事情。 我对孟孟是有些生气的, 我不确定孟孟能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, 会不会同流合污,所以我在光望。 如果孟孟立于熏心,自甘堕落的话, 那我也没有必要自作多情, 去拯救一个主动往火坑里面跳的女人。 于是我一路尾随,跟着她们到了温泉区, 并且抢先一步,躲进了一个示意间,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 我刚进去,门一开,柳蜜也进来了。 她要在这里换衣服, 我们大眼对小眼,柳蜜手一松, 手里的衣服都掉在了地上, 我很尴尬,担心柳蜜要是喊出来。 我不是要被当成流氓暴打了, 偏偏是我躲在了女示意间里面, 没法解释,真是跳紧黄河也洗不清了, 但意外的是,柳蜜看到我, 不但没有惊慌失措,还是神情一喜, 居然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, 紧紧地搂住了我,用声音很小, 但明显带着颤音的声音道, 杰哥,你终于来救我了,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 感受着柳蜜的较好身材, 我忽然知道了那条短信是谁发的了, 正是柳蜜,我心里面有很多疑惑想要问她, 却见她冲我摇头,意思是让我不要出声。 怕被外面的人听到,秘密,换好了衣服没有。 杜老师在外面问, 在,在换呢,柳蜜紧张地回答, 是不是这里的浴袍你不会穿啊? 老师进来帮你啊。 杜老师的声音透着那么的猥亵, 不,不要。 柳蜜颤着声音拒绝, 那你快点的。 杜老师不甘心地在外面用手推湿衣间的门, 幸好我眼疾手快在里面反锁了, 才没有让她进来,柳蜜看了我一眼, 脸色羞红无比, 然后低头,开始默默地宽衣解带, 为了不让我穿帮,柳蜜选择了当着我的面换衣服。 这对我是多么大的信任啊。 我很感动, 但当然不能眼睁睁地占柳蜜的便宜, 于是急忙转身, 不去看柳蜜的美好动体, 但我是万万没想到, 这是一间的后面, 居然还有一个小镜子, 在镜子的反射中, 我看着柳蜜一会儿去吸脱丝袜, 一会儿翘臀颈内衣, 种种以你春色, 依依在镜中上演, 我咽了一下口水, 急忙闭上了眼睛, 以平复自己躁动的情绪, 外面的杜老师还在等柳蜜出来, 却已经被梦梦给拉走了。 杜老师, 人家这几天水土不服, 觉得皮肤好干燥, 就需要滋润呢, 我们先走泡好不好, 不等他了。 等到杜老师和梦梦走远, 柳蜜也换好了玉袍, 我才终于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, 他们来泰国后都发生了什么, 之前柳蜜是脸红, 现在则是眼圈红了, 美丽的大眼睛里面已经禽着泪水, 据柳蜜说, 他们几个女艺人被杜老师带到泰国后, 就一直在这个度假酒店开展集中培训, 不许他们外出, 限制使用手机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, 在这里, 他们上的不是什么正经的演艺课程, 而都是一些重口味的东西, 比如会给他们看很多的东营小电影, 让他们学习那些女人取悦男人的手段, 还会让他们看当地的风俗表演, 让他们与光着身子的男模一起跳舞, 留密不乐意, 就被杜老师训斥, 说他太保守, 说想当明星, 就要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, 要学会放纵, 只有丰富的人生体验, 才能找到艺术的灵感, 说能当明星的女艺人, 都得是勾人的狐狸, 不能是乖乖的小白兔, 那个杜老师不但这么说, 还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对他们动手动脚, 杜老师总是在女生换衣服的时候, 闯进去, 说女生胸贴贴的不对, 非得再给女生贴一遍, 杜老师特别喜欢替女生整理衣服, 会把手伸进女生的衣服里面, 又揉又捏, 说胸在大点就好了, 因为选角导演们喜欢身材好的, 已经连着急晚了, 这个杜老师都会半夜敲他的门, 要进来和他一起看夜光剧本, 柳密很怕, 担心自己早晚要被这个衣冠禽兽祸害了, 可身上没有钱, 又人生地不熟的, 走不了, 只能求援, 于是就想到了我, 因为我是他在恒电唯一信任的人, 他也不敢和家里人说, 因为他来当女艺人这时, 他家里面是不同意的, 他自己的手机被没收了, 是偷偷管服务生界的手机, 给我发的短信, 说到这里, 刘蜜很激动, 他再次紧紧拥抱住了我, 谢谢你杰哥, 谢谢你来救我, 我有些不好意思, 因为我是冲着孟孟来的, 只是这个场合, 我又不好杀风景, 于是只能任由柳密抱着, 这是什么? 柳密与我抱了一会儿, 忽然觉得有些异样, 目光往下面一看, 脸红得像是落日的彩霞, 我也脸红了, 谁让刚才柳密换衣服时, 是如此的诱人呢? 柳密如此信任我, 我当然会把他安全带回国, 但也要把孟孟带走, 我和柳密约好了, 让他去通知孟孟与我一起离开。 我们两个人到了温泉池, 这里都是露天温泉, 还是男女昏浴那种, 我跟着柳密到了温泉边, 看到了让我毁三观的一幕, 只见孟孟闭闭着眼睛躺在了池边, 浑身上下, 除了腰间盖着一块浴巾外, 几乎是一览无余, 而那个杜老师正在给孟孟搓走, 从上到下, 从里到外, 事无巨细, 孟孟闭着眼睛, 任由自己的身体被这个男人亵渎, 却没有任何的拒绝, 反而鼻子里还发出了惬意的哼哼声, 我看得是目自欲裂, 温泉区的水蒸气很大, 我又站在屏风后面, 所以那两人都没注意到我的存在, 杜老师看到柳蜜来了, 急忙招呼, 秘密来了, 赶紧下水, 让老师给你搓澡, 搓完澡你肯定可以清两斤, 柳蜜摇头, 杜老师, 我不想在这学了, 我想回去, 杜老师很不满意, 柳蜜, 你的思想很不对头啊, 想不想当明星, 想当明星就不能像你一样这么保守, 我就和你明说吧, 演艺圈想走红就得接受潜规则, 你以为老师是想占你们的便宜吗? 不是, 老师是在告诉你们这一行的规矩, 想得到角色, 就得陪人上床, 想要当明星, 就得出卖屁股, 你知道那个沈冰冰吗? 知道怎么红的吗? 别说和导演, 制片人睡了, 连灯光师, 舞美师他都睡, 有一句话虽然粗俗, 但是娱乐圈的真理, 阴道是通往梦想的康庄大道, 但你们也别以为光靠豁的出去就能出名了, 娱乐圈想出卖身体的女人太多了, 人家大导演, 大明星, 制片人凭什么睡你们? 还要看你们有没有勾人的本事, 有没有魅惑男人的手段, 杜老师, 我经验丰富, 乐女无数, 有我在床上手把手给你们示范, 你们才能真的学会本事, 我都是为你们好啊。 刘蜜没有上她花言巧语的当, 她大声说, 杜老师, 我是有尊严的, 我不会为了出名就做出卖身体的事情, 我是来当明星的, 不是来当小姐的, 没等杜老师说什么呢, 女友梦梦一下子蹦了起来, 不顾身上的浴巾掉了, 就那么暴露着指着柳蜜的鼻子呵斥, 柳蜜,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, 装什么装, 你还是处女啊, 我看你这样的贱人, 就是矫情, 又要当婊子, 又要理牌方, 恶心不恶心, 能干这一行就干, 不能干就滚, 杜老师那都是为你好, 你别不知道好歹, 梦梦说完, 丝毫不害臊的, 对施杜老师发点, 杜老师, 前几晚真不好意思啊, 人家大姨妈来了, 但今晚身子清爽了, 人家不但想和你通宵讨论剧本, 还想任您当干爹呢, 以后有什么好角色, 一定要想着干女儿啊, 嘻嘻, 梦梦咬着嘴唇, 做出了各种魅惑撩人的姿态, 并且故意把干爹, 干女儿的干, 都说成了四声, 发骚的含义, 昭然若揭, 杜老师很受用, 浪笑道, 好, 好, 你这个干女儿我收定了, 对了, 马上就有一个大制作要选决, 我觉得你就不错, 还可能与李一帆合作呢, 我们这个公司在业内最大的资本, 就是拥有流量小鲜肉李一帆, 李一帆长得很帅, 还有国外练习生的背景, 会演戏, 还会说唱, 粉丝有几千万, 随便发条微博, 都评论过万, 下面很多无知少女喊老公, 是我们公司的摇钱树, 也当成大爷一样伺候着, 我私下听说, 这个李一帆嚣张跋扈, 有很多的不良嗜好, 但是并没有直接接触过, 梦梦听到了欢喜鼓舞, 真的, 李一帆, 干爹, 你对人家真好, 女儿晚上一定会好好伺候您的, 说着不顾羞耻地扑进了杜老师的怀里, 水蛇一样在摩擦着身体, 鼻子里还发出了让人遐想的声音, 干爹, 我们回房吧, 不要大理这个让人晦气的女人, 对了, 人家还在那里弄了一个新纹身, 就是干爹的名字呢, 干爹想不想看看, 我冷冷看着梦梦这丑陋的嘴脸, 心中对她已经失望到了极点, 梦梦, 你知道不知道, 如果你洁身自好, 那么你想要的角色, 不过是本太子一句话的事情, 可惜啊, 你错过了这个机会, 这辈子注定了就是一个文艺表, 柳密也被梦梦地放荡震惊了, 她知道我就躲在后面, 能把梦梦的话都听到, 忍不住说, 梦梦, 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男朋友吗? 杰哥对你那么好, 吴梦梦文言一阵冷笑, 柳密, 我早就看出来, 你对黄杰那个穷小子有意思了, 你想要啊, 想要就送给你, 我正愁不知道找什么理由把她甩了呢, 没钱没事的, 拿什么捧我, 我凭什么让她白嫖, 吴梦梦还在大放厥词,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, 我从暗处走了出来, 对睡吴梦梦, 你不用找理由了, 我们分手吧, 我的突然出现, 让梦梦一愣, 她之前暴露着身体, 在杜老师面前丝毫不觉得尴尬, 不怕吃亏, 此时我这个男朋友出来了, 反倒是忽然知道避嫌了, 他急忙用手扯住了玉金, 挡住了关键部位, 对睡我怒斥道, 谁让你来的, 我自嘲地笑, 谁让我来的, 我是怕你被这禽兽老师占了便宜, 过来救你的, 但没想到是我自作多情了, 你还很享受呢, 既然你自甘堕落, 我就不影响你的前程了, 以后我们桥归桥, 路归落, 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, 不要求我复合, 蒙蒙听了我的话, 顿时激动了起来, 他用红指甲指着我, 你这个屌丝还敢先提分手, 是我甩的你好不好, 你凭什么说我自甘堕落, 我只是人往高处走, 我长得这么漂亮, 注定了要当大明星的, 我需要机会, 我想名利双收, 有什么错, 我最大的错就是, 上学时太单纯, 居然会和你这么一个没权没事的穷酸谈恋爱, 耽误了我大好的年华, 你就是一个破设想, 你不配拥有我这样姿色的女人, 我的身体是属于投资人, 制片人和我干爹的, 我乐意被他们玩弄, 等我出名了, 那些傻瓜粉丝不还是得喊我女神, 所以你给我滚, 蒙蒙的话说到这里, 脸上已经挨了重重的一巴掌, 不是我打的, 我虽然很恨蒙蒙的势力, 但我一个原则, 不打女人, 还因为我很清楚, 等到以后梦蒙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, 不知道会懊恼的抽自己多少个耳光呢, 不急于这一时, 出手的是柳蜜, 我没想到一向温柔害羞的柳蜜居然会打人, 她打完后, 浑身都在发抖, 饱满的胸脯一荡一荡的, 吴梦蒙,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, 但我不许你这么侮辱杰哥, 他这么好的男人, 看上你真是瞎了眼了, 原来柳蜜发飙是为了我, 我刚刚被爱情商的心, 又变得温柔了起来, 从泰国回来后, 柳蜜就要提出和公司解约, 可她却受到了公司的刁难, 原来当初她与公司签订的都是霸王合同, 如果单方面解约的话, 要赔几百万呢, 等于是卖身器一样, 杜老师拿着合同对柳蜜冷笑, 柳蜜, 想逃出我的手心, 没有那么容易, 白纸黑字的合同在这里, 打官司我也不怕, 一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, 我再告诉你, 就算是你从我这里赎身走了, 你以为就能脱身了, 太天真了, 演艺圈都是我的人, 我一句话, 就可以让整个演艺圈孤立你, 封杀你, 没有一个剧组会招你的, 这辈子都别想当明星了, 没有我, 你啥也不是, 我是陪柳蜜一起去解约的, 听着杜老师的威胁, 心中不住冷笑, 她确实在娱乐圈有些本事, 但也分和谁比, 和柳蜜这样的小艺人比, 她自然无比牛逼, 但是我家这样真正的娱乐圈大佬比, 就是一坨屎, 我可以肯定, 如果我现在说出了自己的真实, 身份, 这个杜老师一定会匍匐在地, 舔我的鞋底, 但我还想让子弹再飞一会儿, 再欣赏一下这些势力小人的表演, 因为这都是宝贵的人生经验, 一旦我曝光了自己太子爷的身份, 那所有人都得对我阿谀奉承, 反倒是欣赏不到人性的丑陋了, 杜老师继续威胁柳蜜, 柳蜜, 你想开点吧, 和那个吴梦梦学学不好吗? 看那个女孩多聪明, 马上就有角色了, 而你的条件比她好得多, 老师真不想放弃你, 你继续好好考虑一下吧, 人, 要试食物, 梦梦确实要开始火了, 从泰国回来后, 不但有了商务活动, 还参演了好几个剧组的小角色, 在我面前如同骄傲的公鸡一样, 趾高气扬, 更听说, 由大导演许征拍摄的青春爱情电影, 魔兜爱情在选角, 我们公司的头号男星李一帆, 被推荐去试镜男一号, 梦梦开始被公司安排了一个女三号, 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, 后来又变成了让梦梦去试镜女一号, 梦梦更狂了, 还没走红, 就已经开始在公司耍大牌了, 充分展示了小人得志的丑陋嘴脸, 一见到我就各种尖僧刻薄的嘲讽, 趾高气扬的炫耀, 我忍了好几次, 才忍住没告诉她, 魔兜爱情是我家投资的, 许征我都是喊许书的, 但柳密就惨了, 为了敲打她, 把她从女艺人变成了女助理, 天天在公司打杂, 安排的都是脏活累活, 而我这个摄像师除了本职工作外, 也被公司安排了司机的差事, 天天早出晚归, 累成了狗, 我知道这也是梦梦在后面挑唆的, 那一天已经很晚了, 我忽然接到了电话, 让我去酒店接李一帆, 我到了酒店, 等了好久都没见人下来, 于是就下车, 去总统包房找她, 包房虚掩着, 我刚到门口, 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男人的浪笑, 和女人的尖叫, 我急忙进屋, 就看到那个李一帆正在追逐柳蜜, 一边追, 一边脱衣服, 扒裤子, 三下五除二身上就只剩了一条内裤, 柳蜜一边躲闪, 一边大呼, 你要干什么? 你喝多了? 李一帆哈哈大笑, 呵呵, 干什么? 别给我装唇了, 当然是干你了, 小美人, 我早就看上你了, 要不然, 为什么不让公司给你解约啊? 来吧, 房哥不会亏待你的, 和我睡了, 我才会提携你呢, 你认识吴梦梦吧, 知道他怎么从女三变成了女仪候选吗? 就是把我伺候舒服了, 别说, 那妞真放得开, 连高尔夫球都敢来, 这么奔放的女人, 不红天理不容啊。 柳蜜在躲闪时, 看到我来了, 眼中露出希望, 杰哥救我, 李一帆也看到了我, 脸一黑呵斥的, 滚出去, 别打扰我办事, 我办你娘。 上次柳蜜为了我敢打人, 我当然也不会让柳蜜失望, 过去一脚就踹在了李一帆的裤裆上, 他痛得学狗叫, 我以为殴打了李一帆, 这次我肯定要被开除了, 但没想到的是, 居然没事, 我也没暴露自己太子爷的身份啊。 但很快, 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被开除, 这个周末就是魔独爱情的试镜, 在参加正式试镜之前。 我们公司自己会进行彩排, 而我, 则是被喊去当摄像师, 这段剧情是这样的, 由吴梦梦饰演的女主角晚上出去逛街, 然后遇到了一个猛面歹徒, 要意图不轨, 这时候, 李一帆饰演的男主角出来, 勇斗歹徒, 英雄救美, 因为女主角还被下了药, 必须和男人发生关系才能解除, 于是男主女主就这么半推半就递税了, 很老土的故事, 等到开拍的时候, 我终于见识到了李一帆这样的流量明星水平是多么的差, 义德是多么的不堪, 因为他居然一句台词也记不住。 不论对方说什么, 他都是用123456754321来代替, 就等着以后找人配音呢, 看着他拙劣的表演, 我心中暗暗发誓, 等到自己掌权之后, 像是这种只会念数字的明星, 一个都不用。 按照剧情, 英雄救美已经完成了, 李一帆把吴梦梦送到了酒店, 两人在药物的推动下发生一夜情。 这是一个正经的电影, 不是小黄片, 所以我们只需要拍到两人相拥一起躺在床上就可以了, 镜头转换, 再拍一个两人第二天早上起床的镜头, 观众就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了, 晚上的细节当然是不能拍的, 可在片场, 李一帆却笑音音对我说, 臭摄像的, 我不说停, 你不许停止拍知道吗? 我知道这个吴梦梦是你的前女友, 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上她, 还让你给我们录像。 呵呵, 你说刺激不刺激, 原来这小子是为了报复我, 故意想出这个主意来羞辱我呢。 其余的工作人员都失去的退场了, 现场就剩下这对狗男女和我, 以及我的摄像机, 我早就对吴梦梦没有感情了, 当然不在乎这样的羞辱, 就说, 好啊, 我给你们拍。 吴梦梦也丝毫不知道廉耻, 没笑道, 房哥, 你好重口味, 不过你越变态, 我越喜欢哪, 你想怎么玩都可以, 吴梦梦一边说, 一边冲我头来挑衅的目光, 心里面是不是很嫉妒? 可惜啊, 你再也没有福气, 享受我这么漂亮的女人了, 细细, 你这个失败者。 随后, 这两人真当着我的面, 上演了一出真刀真枪的限制级大片, 吴梦梦放荡极了, 声音大的, 几乎能把房盖掀开, 但这个李亦凡, 却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, 两分钟就完事了, 吴梦梦还违心地夸他多么的勇猛, 完事后, 他趴在李亦凡的胸口, 凡哥, 你说这次试镜我们能行吗? 我听说还有别的公司艺人竞争呢。 李亦凡打着哈欠, 你放心吧, 试镜就是走过场, 我和这部戏的投资人吃过饭, 他说没问题的。 凡哥, 你真好。 吴梦梦开心地在李亦凡脸上亲了一口, 然后扭头看我, 好了, 你可以滚了。 我当然走了, 心中默默记着他说的那个投资人的名字, 这不是我爹的马仔吗? 正是试镜开始了, 我还是被当成了司机, 开着商务车, 送李亦凡和吴梦梦一起去片场, 柳密也在车上, 蜜姐啊, 别说我吴梦梦不照顾你, 这次我特意向导演提出了改剧本的要求, 要给我这个女主大小姐身边, 加一个小女佣的角色, 就是你了,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啊? 说着, 吴梦梦把一个打印好的剧本扔给了柳密, 柳密一看剧本, 脸色变了, 打耳光, 对啊, 剧本里, 我给你加了一场戏, 你是我的女佣, 但是你偷了我的首饰, 所以会挨我的耳光, 你放心, 我一定会多NG几次的, 吴梦梦残忍地笑, 显然是公报私仇, 李亦凡的手一边在吴梦梦的身上摸索, 一边冲着流密浪笑, 大咪咪啊, 想不被打耳光, 就求我啊, 只要你和孟梦一样懂事, 我一样可以让公司捧你, 吴梦梦的眼中闪过极度, 明显不想让柳密和他一起争宠, 但是又不敢公然与李亦凡唱反调, 于是就一有所指地说, 梦梦, 我们密节可是很纯情的呢, 他和我前男友是一对, 怎么会为梦梦献身呢? 李亦凡的语气很酸, 翘着二郎腿对我阴阳怪气, 哎哟, 看不出啊, 你一个臭摄像, 还这么有女人缘, 不过你给我记住, 我能玩你一个女友, 就能玩你第二个女友, 商务车到了片场, 李亦凡与吴梦梦先下了车, 柳密在下车之前, 对我坚定地说, 你放心, 就算是他们打死我, 我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, 因为我只属于你, 这是柳密第一次对我直接表达爱意, 我有些感动, 搂着她, 在她唇上吻了一下, 秘密, 你放心, 有我在, 没人能欺负你的, 事竟由导演许峥亲自主持, 我们到的时候, 杜老师作为李亦凡的经纪人, 已经提前到了, 正在对许峥各种溜须拍马, 同时吹嘘他推荐的艺人有多么优秀, 李亦凡与吴梦梦换好了衣服, 正要开拍, 但是却被许峥制止了, 他指着吴梦梦, 这个女人不行, 身上一股风尘味, 不符合女主的气质, 他只能演女佣, 换了她, 然后用手一直远处的柳密, 你来当女主, 这一下就把吴梦梦给弄傻眼了, 他求助一样, 看向了杜老师, 干爹, 我, 杜老师急忙去和许峥急解释, 许岛, 我们梦梦不错的, 许峥一瞪眼, 我选还是你选, 要不你来倒, 杜老师当然不会为了吴梦梦得罪许峥, 忙对吴梦梦大喊, 你下来, 让柳密上, 吴梦梦当然不甘心, 于是又对李亦凡撒娇, 凡哥, 你得给我做主啊, 但是他高估了自己在李亦凡心中的位置, 李亦凡不过是把他当玩物, 又怎么会为他出头, 于是不耐得一挥手, 你赶紧下去, 别耽误大家时间, 之前还憧憬着可以走红的吴梦梦, 突然遭到这样的打击, 顿时手足无措起来,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 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许峥的身上, 许倒, 你喜欢高尔夫吗? 滚! 吴梦梦被赶出了片场, 迎面遇到了我, 看着我脸上的笑容, 吴梦梦把脚一跺, 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我的身上, 不用你幸灾乐祸, 这次不行, 我还有机会, 反正我年轻貌美, 我一路睡过去, 我就不信我红不了, 我摇摇头, 只送给吴梦梦一句话, 机关算尽太聪明, 反悟了锦绣前程, 还有, 你准备被秘密打耳光吧, 那可是你自己改的剧本, 刘密完全是一种猛逼的状态, 赶鸭子上架一样, 到了市井现场, 但导演很照顾他, 给了他一个小时的时间熟悉剧本, 不得不说, 柳密还是很有天赋的, 一个小时后, 已经完全进入了人物, 是戏正式开始, 柳密说完了自己的台词, 轮到李亦凡了, 他还是老一套, 12345678, 咔, 许正喊停了, 对了李亦凡冷着脸开口, 你的台词呢? 虽然李亦凡在外面很牛逼, 但许正那可是国内中生代首屈一指的大导演, 票房累计超过百亿的, 李亦凡不敢拿大, 只能小心地说, 忘记, 忘记背了。 许正啪的一下, 把手里的剧本摔了, 不背台词, 你演什么戏? 猜几句台词, 你都背不过。 你是弱智吗? 我这里不欢迎中看不中用的草包, 你也走吧。 李亦凡自从出道以来, 一直都是被众星捧月地捧着, 什么时候受到过这样的羞辱, 脸上一红一白的, 但他不敢发飙, 只能忍着, 杜老师可以不管吴梦梦, 但是不能不管李亦凡, 因为李亦凡可是他们公司的头牌, 于是急忙过去打圆场, 徐岛息怒。 我们家亦凡很敬业的, 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, 这才没顾得上背剧本, 我们以后一定努力背。 徐正这才稍微平息了一下怒气, 好, 继续试吧。 李亦凡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, 继续试戏, 到了英雄救美的剧情了, 他和柳咪出来, 装作逛街, 然后, 蹦出来一个猛面歹徒, 要一图非礼, 按照本来的剧情设计, 李亦凡是由主角光环的, 三圈两脚就能把歹徒打倒, 可这次, 他装模作样地去搏斗, 可却根本不是蒙面人的对手, 脸上挨了好几个耳光, 肚子上挨了好几脚, 还被蒙面人骑在了身上暴打, 李亦凡都猛逼了, 他躺在地上, 小声对那个蒙面人怒吼, 你怎么演戏的? 我是主角啊, 是我打你啊, 蒙面人冷笑, 谁是主角还不一定呢, 说完, 又是一个大耳光扇了上去, 把李亦凡的脸都打歪了, 李亦凡顾不得脸上的疼痛, 因为他已经听出了这蒙面人的声音很熟悉, 黄杰, 不错, 是我, 我摘下了脸上的面具, 冷笑着看向了李亦凡, 王八蛋, 谁让你来捣乱的, 杜老师也认出了我, 正要愤怒地过来把我弄走, 却看到许征导演, 包括之前一直没露面的电影投资人, 都过来毕恭毕敬的行礼, 太子爷, 这一切, 当然都是我布置的局, 身份公开了, 我的报复并没有停止, 在我的安排下, 杜老师和李亦凡的黑历史都被曝光了, 两个人都因为黑幕而锒铛入狱, 同时, 我开始整顿自己旗下的艺人素质, 那些无以德, 无眼界, 无素质的三无艺人, 即使人气再高, 我也一概不用, 希望可以用自己一己之力, 净化演艺圈的风气, 应该说很有成效, 媒体都夸我是演艺圈的一股清流, 但也有一些个别脑残粉, 还说要越狱救他们的偶像呢, 吴梦梦当然是无比后悔, 在我家的别墅门口跪门, 求我复合, 我当然不会给他机会, 他见在我这里讨不到便宜, 索性开始以太子妃的名义招摇撞天, 希望能换取几个小角色, 为了角色, 别说灯光湿了, 连片场送和饭的都去暖床, 成了著名的文艺公交车, 但这些与我都没关系了, 我与柳蜜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, 秘密, 你看阿谋, 阿哥, 阿刚, 斯承的新电影都要上了, 你要当谁的女主角, 随你选, 斯承就算了, 那三个你选吧, 我问, 我只想当你的女主角啊, 柳蜜紧紧挽着我们的胳膊, 而我们的前面, 就是一个十一箭。